在这个config之后 这个符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学习NTP这个符 NTP NTP这个词见过吗 有个东西都好像见过 我敢肯定啊 肯定是见过 在什么时候呢 在历史上见过 历史书里面见过 当时我记得是 讲这个时间的时候 就是说世界上 第一台这个时间计算机 在哪国家哪国家 挺大的 然后呢 历史书上还附了一下 这个时间服务器 它的域名是多少 3W.什么NTP 然后什么.ORG 什么的一堆东西的 那这个NTP呢 就是我们这地方 所持的这个NTP了 NTP NTP呢 我们也先来学习一下 它的作用 它主要干嘛的 为什么学它 NTP呢 刚才提到这个时间 这么个概念 那么NTP的话 它主要呢 就是用于 对于我们这个 计算机的这个 时间的同步管理操作 时间的同步管理操作 那回想一下 咱那个手表的话 它跑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有一段的 不是时差 时差不是这个概念啊 是误差 时差是时区的一个差距 误差就是不准啊 所以你会发现 中跑着跑着就不准了 包括我们计算机 虽然说是电子的 它其实有的时候 跑着跑着也会不准 那么不准的话 日积月累 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像我们之前 我记得当时 我们这个服务器 装好了之后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时间 不至于差这么大 当时是差了8小时 是吧 你看现在差多少天了 现在差了好几天了 主要是我们这个计算机 长期处于挂起状态 所以差了好几天了 所以时间越长 它差的是越远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肯定要解决一下 那这问题呢 怎么解决 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去学习的内容了 所以你得知道 NDP在干嘛的 主要是用于 对计算机 时间的一个同步管理 它主要是同步时间的 那就有这么个问题 那咱那个服务器时间 对于我们有影响呢 这么有影响吗 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啊 你比如说 我们在网银里面看到一些 比如说交易时间 是不是啊 那交易时间 最后银行是不是要把这个交易时间 给记录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啊 那这个时间 它怎么获取呢 它通过一些的 一些编程开发里面的函数 通过函数 能够获取当前计算机的时间 注意它获取的是 它服务器的时间 那它服务器如果不准了 它的时间能准吗 它时间就不准了 那时间不准了 到时候这个交易时间给用户一看 用户就想不起来了 我说时间不对呀 我什么时候在时候发现个交易呀 就想不起来了 所以一定要说说 我们对于服务器的这个时间 一定要准 一定要准啊 如果不准 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它不像我们自己加入电脑 加入电脑不准无所谓 哪怕你日期不对 只要你时间对就行 我能知道是几点就行了 所以这个时间同步很重要 那windows之下 那我们发现 windows之下时间不是好像很准吗 从来没有不准过呀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 找一下 看这里面 这个哪个地方是有一个是可以 自动 自动 在这啊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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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自动设置 那可能说不同的这个系统 看到界面不一样 它呢会自动设置 怎么设置呢 当你设置好自动设置之后 它会 只要你联网了 它就定期去 别的服务器上去看一下 多长时间了 然后呢 如果你的时间和它时间不一样 它会给你改过来 它就给你改过来 包括我们现在买的一些手机也是的 根本就不需要你设置时间 只要你联网了 并且打开那个开关了 时间会自动变 如果说你从 中国 去了这个 去 干嘛想想去美国呢 去日本吧 去日本啊 假如你去了日本 那这样的话 日本和中国是不是有时差呀 那这个时差注意 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时间不需要你调 它自己就变了 所以这个自动同步时间呢 还是很有用的 很方便用户 不需要用户去调 那NTP服务呢 它作为服务器的一个 时间同步管理工具 它其实方便的不是用户 方便的是运维 方便运维人员 不需要我们去 频繁的去调这个时间啊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用 时间对于服务器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如果没有网 那你这服务器干嘛的呀 你给谁提供服务啊 自己玩游戏是吧 时间对于服务器来说 是很重要的啊 很重要的 那么一般呢 很多这个网站都呢 需要 都需要去读取服务器时间 来记录相关的信息 相关信息 那如果时间不准 那时间不准 则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时间同步很重要 好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器 它时间就是不准的呀 像我们当前这个服务器 时间就不准 现在呢 我们要做个工作 就是说 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呢 给它弄准了 把这时间给弄准了啊 例如我们当前的虚拟机里的 Linux时间就是不准确的 当然大家的时间准不准确 我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我这地方是不准确的啊 时间不准 年月日也不准啊 年是准啊 月也准 日不准啊 不准确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考虑给它同步一下了 那么同步 同步我们服务器时间的方式呢 有两个 一个呢 叫一次性同步 所谓一次性同步 简单出发的说 就是我们手动同步 就是手动同步啊 另外一个呢 还有就是通过服务自动同步 两个操作方式 那么先看第一个 我们先来一次性的同步一下 那么为了那么前后这两个操作呢 都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 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服务器做个快照 为什么做个快照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同步了 待会时间准了 你再通过服务 再去自动同步 你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因为两个时间都对的啊 所以我为了看得明显 因为我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它是3126号码 我先把这个呢 服务呢 先做个快照啊 先把这个做快照 拍照快照 720180330 先给它抓个快照 抓个快照之后呢 然后开始同步了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准的 不准的吧 没有问题啊 行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一个方法啊 就是怎么样去一次性的同步时间 一次性同步时间 一次性同步时间呢 这个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咱们同步 知道一个命令 命令叫 NTP data NTP data NTP data 是要同步时间是吧 那么时间怎么同步 是不是要从别的服务器上同步啊 那问题来了 别的服务器时间从哪来了呀 所以在同步之前呢 咱先了解一个概念啊 了解一个叫时间服务器上游的概念 叫时间上游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一个概念 在其他地方呢 没有这个概念啊 那这地方咱画个图来了解一下啊 找一下 上游 上游 上游我们一般想到是核的上游是吧 打一打 现在呢 我都来拽一个啊 假设呢 这个呢 是咱们这个本身的自己的这个服务器啊 这种自己的服务器 就那么现在需要同步时间 同步时间的话 同步同步 肯定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同步过来 对不对啊 所以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级别的 上一级别的时间服务器 哎 如果说他也不准呢 他来自于哪呢 他的时间呢 对 那再往上找啊 再往上找 那就是上上一级的时间服务器 上上一级的 一级的时间服务器 那如果他再不准呢 那如果他再不准呢 再往上找是吧 哎 再往上找 所以中间呢 可能有很多级别的这个服务器 那如果这有同学问 那最终的服务器如果不准呢 如果最终的这台服务器也不准呢 哎呦 叫跟时间服务器啊 如果最终这台服务器不准 那不准你也得当上是准的 就是世界公认的那台服务器最准的啊 那就当上是准的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不可能是无线的啊 肯定有台跟服务器 跟服务器 它的时间是世界公认是最准的 所以到这个地方就停了啊 所以的话 我们这条线看下来之后呢 那么自己也服务器在这 上面这个呢 就是上游的时间服务器 这个就是源头了 这个就是源头了啊 它是一个上游 有个上下游的概念 那么除了时间服务器 有这个上下游一说之外呢 我们还有 今天上午刚提到一个词叫DNS DNS呢 也有上一级概念啊 什么是DNS 这个到第二阶段你就知道了啊 DNS叫域名 动态域名解析啊 这是上游 如果说我们上一级的时间服务器 时间不准 它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就这么个概念 现在的话 它要去同步时间 那是不是得告诉NTP带的这个命令 你这个服务器在哪 对吧 那服务器在哪 服务器在哪 跟在哪 你跟它是个服务器啊 它是个服务器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得知道这个服务器的 名字 或者说RPD制止啊 是不是得知道这个东西啊 那咱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Windows 你都知道 那我不知道啊 这么来啊 不知道没关系 有问题 问百度 比如说 NTP Data 时间 服务器 前面几个不要看了啊 全是广告 不用点了 往下翻 往下翻 这个不是啊 这个不是广告吧 不是啊 点开它 哎 圈住不要点啊 IP地址池 啊 可以啊 你看它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好多IP 并且有域名 是吧 还有美国的 还有新加坡的 哎 全国各地都有 那用哪一个呢 用哪个都行 你看你对哪个企业更加信任了 那咱就用那个 阿里云的吧 用阿里云的 嗯 呃 这个IP 我发给大家吧 那大家反正现在没网啊 啊 反正没有网 那有 如果想试一下的话 回头呢 你可以用这个 手机 共享出网络 让你连一下 那当然我们后面两天的课程呢 应该都有网 或者到时候试也行 现在没网吧 啊 没有网啊 行 时间是不是还不准 啊 行 那么刚才复制这个IP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去加上我们这个时间服务器的域名或IP地址 哎 那至于IP地址的查看 可以呢 访问 哎 我刚才找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我就挺好的 哎 不得搁这来 哎 去看它就行了啊 嗯 就不用自己去摆度了 然后选中这个IP呢 是这个120这个 哎 拿这个IP来 然后我把这个IP呢 叫NTPDATE Data 搁过来 直接放过来就行了啊 不需要下参数 注意按回车了啊 走 啥意思啊 NTPData NTPData Step Time 不是Set啊 是Step Step叫一步的意思 一步 就相当于的 它是跟踪了Time Server 跟踪Time Server服务器 然后呢 跟踪这个服务器 Offset 然后这个是什么下标 哎呀 什么什么 那么现在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看时间变变 准不准 时区问题有了吗 没有了吧 之前还有八个小时时差呢 后来擦了一堆误差 现在时间 时区都没有了吧 都正常了啊 很准啊 所以设置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这个操作 是不是我们手动执行的呀 那以后 难道我们每次都要过来 手动敲一次吗 看不准了 手敲一次吗 是不是都累啊 所以累的话 咱就不这么做 那这个方式呢 只是简单粗暴的说 让我们一次性去做这个工作 那如果说以后呢 我们不想用一次性的方式来执行 那也可以啊 我们通过服务来做 因为服务的话 它是在后台执行的 你可以设置这个时间服务 它可以启动 那么上次好了之后 以后呢 它就会自己去同步时间了 会定期的同步时间 我们就不用担心说 哎 我下一次什么时候执行 这就不用担心了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哎 我们就来设置我们这个 时间同步的服务 时间同步服务 那么时间同步服务呢 我们首先得说它的服务名啊 服务名 服务名叫NTPD 这个服务 NTPD这个服务啊 就是时间服务 在原有的NTP后面加了个D D表示守护进程啊 这是一个服务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把呢 这个服务给它启动一下啊 先去启动 NTPD服务 因为这个服务呢 它不是紧要服务和HTBD一样 不是紧要服务 所以它默认情况下 应该是开机不启动的 那如果说我们想用的话 我们就得去启动一下 一启动之后 它就会在有往的情况下 就同步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准了啊 准的话呢 是不是看不到效果呀 我现在这个准了呀 你那不准 你设置服务也没有用啊 你没有网啊 所以我这边呢 就以我这个效果为例啊 我现在时间是不是准的 那怎么办 我给它恢复到快照 所以刚才做快照 就是这么个原因啊 恢复到7 做快照是有原因的 就是这个原因啊 要不然你一次性 给它同步准了 你后面再用NTP 你就看不出效果了 恢复一下 恢复好了之后呢 那这边呢 我这个终端呢 就需要重新连了啊 因为它已经断了 它已经断了啊 没动静了 这就关了啊 那我这到现在 就没怎么断过 除了我让它从容 带着先来查一下时间啊 咱先来查一下时间 加号引号 百分号F 百分号T 走 是不是回来了 不准吧 好 不准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先去启动一下这个服务 由于我这个地方有网 所以启动服务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去同步时间 启动服务的命令 怎么启动啊 SER VR SES Service NTPD START START NTPD START 那或者 那或者呢 那或者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或者 SER -ETC 下面的 NIT D 下面的 NTPD NTPD START 当然你得确定它有这个服务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ervice能不能运行吧 再来确定一下 时间名号码 SER VSES Service NTPD START 走你 OK了吧 好 启动好之后 立即我们来简单一下时间 还没有啊 变了吧 说明它启动之后是不是有个延迟啊 那这时候时间就变了 准不准 准吧 OK啊 所以如果这个时间服务你给它启动了 那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一次性同步时间了 那有这个服务在 它就会自己去定期的同步时间 很方便啊 很方便操作 这个是它的启动 那想停止怎么办呀 STOP嘛 然后再重启的话就是RESTART RESTART 在这个操作 那这个时候有问题来了 它既然说刚才需要我们启动 那说明它应该没有开机启动 所以后面我们还有个普通偷偷 可以干嘛呀 设置NTPD 服务 开机启动 刚好把我们刚才用的这个CHKConfig 再得用一次 先那么先检查一下 看是不是啊 CHKConfig 检查 杠杠 累死了 然后 GREPA NTPD 有两个 那我们看哪一个 是不是看第一个 它这都关闭的呀 那这个行不行啊 不行吧 接下来干嘛呀 开启 是吧 开启 行 那开启 接下来要开启 我们先把这命令的给它搁这 开启 那开启的话 来 CHK Config 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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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杠什么 Level 三 五 三五是吧 哎 常用的一些模式 三五 然后 NTPD On 走你 再检查一下 三 起用 五 起用 可以吧 哎 可以了 所以以后这个时间呢 咱那个时间就不会不准了 啊 以后时间就会一直准了 只要你有网的话 就会一直准了 嗯 好 先去查看一下啊 查看之后呢 我们通过设置 三启动 哎 五启动 这个命令 NTPData NTPData呢 它本身呢 虽然说是一次性设置 这个 一致性 设置这个叫 实现同步 但是呢 它可以通过 一些脚本 也能够实现 定期同步 但它不是 以服务的形式 其实最终呢 是别的进程 去执行这个脚本的 啊 所以说 咱有这个 NTPData的情况下呢 有它的时候呢 咱尽量用它 这个就不要用了 啊 就不要用了啊 而且以后呢 咱讲这个 NTP服务 讲服务肯定是它 讲服务肯定是指它 并不是指它啊 它只是一个命令 但它可以转化成 服务的形式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啊 所以用它就够了啊 啊 启动呢 是这么启动的 那重启的话 就Restart 停止就是啊 Stop啊 这个东西呢 咱启动之后呢 也不会去 说给它停了 因为时间对于服务器来说 太重要了 啊 给它停了 万一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 啊 特别是跟这个 钱挂钩的东西 啊 谈到钱 时间就是很重要了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